9月来到最后的决断7日 距离普丁下达的最后通牒 他也只剩下7天 可以把入侵占领的乌军赶出去 办不到的话 他就被狠打脸了 同一时间你看到泽伦斯基 带着他的胜利计划已经抵达美国 非常罕见的 一抵达他就去参观美国的炮弹场 他是要拿到更多更强的远程打击火力了吗 普丁还有什么狠招呢 现在传出号称可以携带多枚核弹头的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飞弹测试失败了 俄罗斯还向英 美 两国提出了斡旋的条件 希望可以拿乌冬两洲撤军来换取你们 不要提供圆火导弹给乌克兰 免得打炸我俄罗斯本土 泽伦斯基的胜利计划即将成真的吗 对泽伦斯基来说 他如果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战争 要能够继续推进下去 美国当然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盟邦 那你可以看得到 泽伦斯基这一次前往到美国去的时候 对于外界好奇就说 你之前不是在讲说什么胜利计划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泽伦斯基就讲说 他会把这个乌克兰的胜利计划 提交给我们所有的盟友来进行讨论 而且他最重要说什么你知道 大家好奇说你这次到美国去 陈如你说也不过就几天的时间而已 你的正义计划是什么呢 他就说美国总统会是我第一个 看到完整内容的人 当然这一次泽伦斯基到了这个美国去 因为适逢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不再打吗 那现在也传出来讲说 他应该会跟这个拜登 还有贺锦丽这边来见面 而且你知道吗 他试图要说服拜登 你能够答应说 让基辅运用西方国家提供的长城武器 去打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 这么悬这么样的调诡都到今天了 你还在调悬不让全世界知道 你的胜利计划是什么 我就问它是建构在 除非你提供我原火打击 打到俄罗斯本土 可以打到红场的远程导弹 我们才有胜利计划不然其余免谈吗 事实上军效力更点出来讲说 这一段时间乌克兰自己本身所面临到的问题 也就是它的短程武器基本上看起来 它的这个所谓的四军队运用得非常好 但是我如果要远端打击 这个所谓俄罗斯的话 目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并没有同意说 我给你长城武器让你来打 所以我觉得 哲伦斯七这一次当然是希望 能够解开这样一个紧箍咒 而且他这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先到宾州去 他到宾州这个地方 居然参观了一家宾工厂 这个宾工厂是干嘛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们事实上就是生产所谓155流炮的 那个所谓的军工厂 那大家就觉得说155流 不是你像海马斯这些多管火箭 甚至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流炮里面 很多都会用到这些弹药 那你到美国去的时候 理论上拜会国会这些都可以理解 你第一站给人家跑去看军工厂 是不是也代表了说 美国跟你之间 搞不好也有些默契的存在 所以这个默契到底存不存在 你再来观察另外一件事情 你刚刚提到 美国到现在还没开绿灯 提供原火打击的武器 可是一批一批合过去的军火 好像都往越来越远程 越来越精准打击在迈进 这就是大家外界非常好奇 美国的态度 因为美国在早期的时候 曾经讲过说 他没有希望说 因为俄乌战争这个问题 导致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毁灭 但是美国现在传出来说 准备在援助乌克兰 3.75亿美金这样一个军费 那这样一个军费 事实上也是拜登 他接任总统回来 到目前为止拨款最大的一笔的 这样一个经费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这个其实透过这个模拟动画 也是在这一次的美方清单里面 事实上他提供了 使用在F16战机上面的 这个所谓的中程飞弹 也就是联合巨外武器 AGM154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AGM154 你再看他刚刚飞行的时候 这个飞弹旁边不是有两个 翼展升开来吗 事实上他原先挂载在F16下面的时候 从这一张图上面来看 他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他事实上并没有 飞弹投植下来的时候 并没有翼展 翼展还没有展开 他其实是有发射完了之后 他这个原先收在 这个所谓弹体后面的翼展 立刻就弹开来 所以他本身具有滑翔这样一个功能 那具有滑翔 他就可以干嘛你知道 他就可以精准打击 所以以他现在这整体 有没有 他这个投植下来完了之后 让他这个翼展一打开完了之后 他就可以自己去寻找 所谓的这个目标 那当然其实就AGM-154来讲 对于哲伦司机想要更长城的 比如说超过150公里以外的 这个飞弹来说 它的距离还是稍微有点短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美方这一次开了这样一个灯之后 很多人开始外界发现到说 那美方会不会把其他的 绿灯一起开了 代表什么你知道 以美军现在来讲 他快过期的这个 所谓的战斧飞弹 再加上我们刚刚看到 AGM-154这样一个飞弹 那其实以AGM-154来讲 他不断的在改良 他像到AGM-154西行的时候 他的飞弹的射程更长 但是我可以不用给你到这么先进的 我给你过期的战斧 跟这个所谓的早期的AGM-154的话 加起来 现在传出来说 美国有库存将近数千枚的 这样一个飞弹 那代表是什么 我如果开放完了之后 那俄罗斯直接 乌克兰直接可以把这些飞弹 用到战场上面 那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讲 你知道吗 AGM-154他的整个命中精度 透过他那个翅膀一打开来之后 他的命中精度达到 小于三公尺左右 这么准 一个炮弹打下去三公尺 三公尺也不过就我们两个 距离再大一点 就这样就三公尺的这个距离 所以他的杀伤威力 其实非常非常惊人 那对于俄罗斯来讲 如果今天美国真的把这些东西 全部授权给乌克兰使用的话 那俄罗斯真的会是受到 非常严重的打击 所以我刚刚一开场 跟各位报告 这个星期的开始 对于普丁来讲 是最后压力最大 也是九月最后一个星期 也是最后的决断七天 如果你都已经话说这么满 九月之前 没有把库斯克的乌军 给赶出去的话 你的脸真的是被洗到 极为难看 但回头过来看 泽伦斯基哪来的底气 说服美国还有其他的盟友 卖给他远程精准打击的武器呢 因为他背后的乌克兰 乌军敢打敢死 你看最后七天 他秀出这个什么画面给你看 其实如果你的军队不能作战 我给你再多的武器 我也会害怕 所以乌克兰在这段时间 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他们对于俄罗斯的攻防之间 乌克兰是非常有把握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现在传出来讲说 是乌克兰军队 去炸毁了俄罗斯的火药库 乌克兰的总参谋部他就说 他们去攻打了几个 这个所谓俄罗斯的火药库 而且传出来讲说 这个火药库很有可能是 北韩放给他们这个弹药 储存的这个地方 这个所谓的火药库里面 你看他们距离乌克兰 超过450公里远 所以他到底用什么东西去打的 他用什么东西打 打这么远 一般说法是很有可能是用 所谓的无人机去进行攻击 那其实对俄罗斯方面 他们其实没有否认说有被攻击 但是他的讲法是说什么你知道 俄罗斯那边现在传出来的讲法是说 对 乌克兰有派无人机攻击我们 但是我们把他击毁了 结果击毁了说 他的碎片掉到地上产生火花 产生火花之后 点燃了旁边的一栏雾 所以才造成这个火药库的爆炸 是这样吗 但重点是 俄罗斯说什么是他说的方式 可是现在因为这个火药库来讲 被称之为叫做俄罗斯 三大弹药厨藏基地之一 打掉了其中一个了 对啊 而且你知道吗 像我们在地面上看到是这样 据说当时爆炸了 而且你看 它其实同步有两个地方都爆炸 而且距离非常远 你知道吗 这个爆炸的火光 据说连当时美国的侦测卫星 都有拍到地面上 发生这么大剧烈的爆炸 太空之外都看得到 你就看到杀伤力道有多强 火光就炙烈 刚刚那个象征的什么意义 关键在这个地方 450公里外的弹药库 我可以把它打成一朵殉壮云 说明了美国就算你还没有开绿灯 我照样可以远程精准打击 这进一步会不会逼出了 普丁更狠的杀招反制呢 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俄罗斯如果他今天真的就说 我要展现我的这个决心 给你看的时候 使用非传统性的武器 甚至拿核弹来攻击 这个外界都在研究当中 那最近传出来讲说 俄罗斯它其实之前有个 萨尔玛特的这个 所谓的洲际弹道飞弹 结果没有想到居然传出 它这个四射失败的一个状态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是他们这个飞弹基地 在原先 你看这个是第二张 你看画面的中间偏右一点 是不是有一个黑色的那样的一个弹颗 可是在原先的这个空拍画面上面 并没有那一个洞 有没有 你现在看起来的时候 其实原先并没有 那现在传出来是讲说 出来了 有没有 在画面的这个右边 那据说当时是在测试的时候 因为它以萨尔玛特的 这个洲际弹道飞弹来讲 它其实从地下的这个 炎体打出来的时候 它是属于所谓的冷发射 也就是飞弹先弹出 画面上面有没有 先弹出这个所谓炎体之外的时候 进行二次点火 二次点火完了之后 让它飞弹往上走 那现在据传说有可能是在所谓的 这个冷发射推出 这个所谓的弹舱的时候 那点火发生失败 那发生失败完了之后 这个飞弹就整个摔回到地上去 你哭得嘴巴转破 上个礼拜我们还在 说它这个很恐怖 一枚火箭上去 携带多个核弹头 让你防不生防 结果这么烤 因为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俄罗斯才宣布说 它这个萨尔玛特的洲际弹道飞弹 试射成功 而且它讲说 是从俄罗斯的西北部 这个所谓的飞弹发射场发射完了之后 打到了6000公里远外的 位于这个勘察家半岛的这个目标 那我讲真的 这个没办法骗人 为什么 你打出来之后 那个飞行的轨迹 我跟他老美也抓得到 所以它当时试射成功的这件事情 确实引发了 人家这个非常大的担忧你知道 而且那时候俄罗斯说 他们将在美枚导弹上面 部署这个将近10枚 或更多的这个弹头 结果没有想到这次被踢爆说 很有可能他其实到后面 在测试的时间 有发生这个所谓测试失败的状态 那我也必须讲 就是说即使他真的测试失败 你还是不能否认俄罗斯手上 有这些飞弹 他要是真的要打 你不要说什么测试失败 他只要有一枚两枚成功 对于他要攻击的国家来讲 那绝对也是一个 非常大的杀伤力 那我就问 他不是有他的轴心吗 他不是有他的盟友吗 他不是有伊朗有北韩 有这些老弟们 谁来支援前线呢 其实国际局势来讲 也非常现实 你很强大的是 我当然愿意做你的盟友跟盟邦 因为我们互相依靠 但如果你弱的时候 我为什么一定要 通通都给你呢 现在传出来讲说伊朗 伊朗之前也被认为 是俄罗斯非常大的一个盟友 而且他们设计了 非常多的飞弹 就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F-10 360的 所谓的弹道飞弹 之前也都传出来讲说 伊朗有提供给俄罗斯 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一次里面 据说他们美方 西方国家有拦截到货船 结果发现到上面真的载满了 所谓的F-10 360的弹道飞弹 但差别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居然只看到飞弹 没有看到发射器 连移动发射器都没有 意思是什么 我给你弹体 但我没有给你发射架 你们有我半套的 你什么意思 所以就讲说 是不是在应付这所谓俄罗斯 还是其他的所谓的发射架的部分 他们拆开运售 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很确定 但是问题就回来了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今天要所谓的军用的 尤其是这种飞弹来讲 你没有办法说 我用民间的这个车辆去作为改装 所以移动发射器的意思就是 我必须把载台也通通都给你 但如果他们有拿到载台的话 你对于俄罗斯来讲 我今天要用这些 这个自己去改装 可能很有危险 那我们就回来看 就是说除了伊朗 现在被子宜讲说飞弹给一半 你知道连印度 印度也被传出来讲说 他很有可能 也在偷偷地帮助乌克兰 印度 你要知道印度是用了最多 二系武器的亚洲国家之一 这么庞大的运用 不是说我老大哥照你的 所有的空法S-400 通通用我的 结果你居然把你的弹药 送进乌克兰啊 因为现在传出来讲说 印度其实有非常多的弹药 你知道 他的炮弹其实都出口到欧洲去 通常其实在国际上面 应该是这样 比如说你跟我买飞弹 你跟我买炮弹 我卖给你 但使用仅限于你使用而已 但现在传出来讲说 这些被欧洲国家买了之后 居然转一手你知道吗 变成做一个转手的生意 他把这些所谓的飞弹或炮弹 转售 或者可能捐赠给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表面上 我根本没有跟你印度买东西 结果我里面的一堆炮弹 都是来自于印度 事情那我理想会这么简单 如果没有印度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的炮弹送得进去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而且你知道这一次被传出来讲说 送到乌克兰去战场的所谓印度弹药 居然也是155榴弹炮 那155榴弹炮不就是 泽伦斯基这次到军中 去看的那个场 那这个东西对于俄罗斯军队来讲 地面武器这样一打过 那个威力跟杀伤力也是非常大 所以最近就传出来讲说 俄罗斯军队开始怯战了 甚至他们很希望赶快战争结束 你知道居然有一位俄军的士兵 上传了一段影片 他这个影片说什么你知道 他恳求那个俄罗斯总统普丁 能够放过他 为什么 他说我根本不想要再战斗了 我们每次上战场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是被这个无人机追着打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你知道 他说他跟他的这个伙伴 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的 然后一起被乌克兰攻击 结果没想到这个单位 只剩下两个士兵活下 其中他因为脚受伤你知道 他根本也跑不远 他说他在逃的这个过程当中 居然后面还有那个乌克兰的无人机 在追着他 在追杀他 所以他说他根本就不想要再战斗了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一传出来了之后 对于他的军心士气是生得非常伤 你刚才提到一个年 一个年不是上百个人吗 打到只剩两个人 那个压力多大 结果你知道这个影片一出来的时候 传出他是车臣的士兵 结果车臣那边就讲说 我告诉你 士兵的荣誉 不是用这种囚牢的方式 但是有许多士兵 他们根本就不想要打仗 就一直希望说 赶快把这个战争结束 因为老实讲自己能够活命 比普丁打胜仗来得更重要啊 观众朋友今天晚上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 这个让人气愤的新闻 行人地狱再一次夺命 东海大学两个女大生 昨天晚上绿灯亮了 他执行过斑马线 居然被左转的巨业客运给撞上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更大的问题是 赵氏的驾驶已经65岁还在开 我们就问 不能征聘年轻的反应快一点的年轻人吗 公车驾驶年薪破百万的职缺 为什么还是大缺25% 就是招不到人呢 问题不解决 谁会是下一个轮下完魂呢 郡相这又是一起行人地狱的悲剧 发生在这个台中市 东海大学两名王姓跟林姓的女学生 一个是读法律师 一个是读会计师 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 他们昨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 在经过台中市中区 从绿川东路要过这个中山路的路口的斑马线 要到台中市中区知名景点的公园掩坑那边的时候 就在走在斑马线上 而且是小绿人那个行人的这个绿灯 公车是要转弯 结果却把这两名女生给撞上去了 撞上去之后两名女生铲卷到这个车轮底下 其中一个女生因为这样子卷到了这个车轮底下 你看这个现场的画面 当这个警销人员在合力抢救的时候 最后急救不治 那司机公车司机造势了 这个司机又变成说因为天色昏暗 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两名女大学生 而且他们穿着暗色的这个衣物 所以左转式才没看到人 这件事情让我们愤怒的地方在于 绿灯行 我好端端走在了你以为是安全的 路权行驶的斑马线上 居然会没命 大家更愤怒的是 为什么这次闯获的又是聚业 聚业怎么了吗 他如何的劣迹斑斑 应该说聚业客运在台中市民的 这个耳朵里面听起来就相当的讽刺 因为一听到他造势又是聚业 我们来看看台中市的这个海线地区 有一个标速传说 就是说当地的这个公车 为什么聚业传出来会常常有一些 造势累累的这个画面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上 聚业客运竟然会逆向去闯红灯 被这个民众拍下来之后 放到了这个网路上 去警告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子太夸张 他开这么快 很扯耶 红灯直走耶 左转耶 对 逆向闯红灯还这样子左转 完完全全把马路当成他自家这样子开 然后认为说每一条车道都是公车专用道一样 完全无事于其他的这个行人 请问你客运业者到底 有没有做好员工的一个教育呢 最基本的这个公车 这个是一个大型运输工具 尤其像这次发生 造势昨天晚上是305公车 之前去纪约客运他的310路线的这个公车 也是因为 司机疑是因为没有听到乘客他按下了这个车铃 他说过站不停 结果呢他就跟乘客爆发口角 然后你看到没有 彼此在这边跟乘客这样杠上了 然后乘客就说你是这种态度啊 他说不要来坐公车啦 司机就直接对抢 那整个还骂这个司机啊 司机还骂这个乘客 那整个这个过程 那你觉得大家能接受吗 那当然还有歧视说啊 因为遭到聚约客运的公车啊 他们在逼车的时候按喇叭 他们还给人家逼车啊 是啊 然后双方就开始在歧视跟这个公车 聚约客运的这个公车业者 那个司机啊 就开始在路边爆发口角 不只是这样 你来看聚约客运 我们开了那么大一台的这个公车 他们的公车司机啊 你说要买东西就算了 但是你竟然图方便 直接在路口围停 你有没有看到公车这么一大台 停在那个车道 进入别的车道根本就不用开了 如果后面还有车的话 你可能要逆向了 他有一半的车尾 你看卡在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斑马线上 他就直接跑 他就直接下车 然后跑到旁边去买便当 然后买个便当之后再回去 他就停在那个车道上 那只有一个车道 所以我说 今天发生这个事情 客运业子要不要负责任 要 那客运业子你难道只注重这个司机 有没有这个正常的到班出勤 时间出发 然后时间回来 其他你都不要管了吗 员工的一般的执勤教育 和开车的这个 遵守的交通规则和纪律 难道你都不管吗 这个东海大三的 会计系的优秀女学生 她被转到轮下 她宣告不治 我们发现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 开车的这个教室的司机 已经65岁了 65岁不就是应该要退休的年纪 为什么她还在开 65岁这样的年纪 难道你不能再征聘 年轻一点手脚反应灵敏一点 眼睛更灵光一点的年轻人来开吗 没错就像你刚刚提到 这个造势的私心驾驶 他说因为左转的时候 天色昏暗没有看到人 但是呢后来大家一发现说 原来她的年纪已经到65岁 65岁是已经到达 劳基法规定了一般劳工 可以申请退休的一个年纪 但是呢你看到 政府在放宽这个游览车客运业 驾驶年龄的时候 又突然发现不是65岁 连68岁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政府许可的 高龄驾驶大客车 那我就问 本来65岁应该要退休 还不止不让你退 再延三年 背后是什么样的需求 跟道理跟理由呢 我听过交通局官员跟我回复说 因为缺人 全台湾全国都一样 不只是双北台中桃园 各县市都一样 那因为65岁为什么还要再做呢 就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来这个做公车司机 所以找不到人的情况下 情商说可不可以再延三年 让他们延后到68岁 对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去找人 那你客运业者就要认真找人 而不是利用这三年在那边偷混 然后又让人家延后工作 这个退休年龄 然后又没有去认真找人 那我就问你 公车司机 这个外面你只要去查 你帮他出算一下 这个是百万年薪的职缺 这个不是低薪的职缺 百万年薪怎么会找不到人呢 那我跟大家讲 的确你刚提到公车司机 一般来说可以年薪达到百万元 但是有公车业者就 也是把这个内幕跟大家说明说 从2003年去年年底 这个公车司机缺工 全国的各县市都一样 大概在10%到了10% 到了目前为止 已经达到多少 据你想 25% 缺这么多人啊 已经到25%以上了 以台北市2019年的这个人车比 大概是1.26 也就是说一台车可以配1.26个司机 这还算不错的 真的不错了 那缩减那个路线跟班次之后呢 维持在1.09 也就是一台车配1.09个驾驶 那目前台北市来讲 还缺570个人 那我就问你 今天你的缺的这个程度 到达25% 这么大的一个人力缺口 导致于今天我在线上服务的 我65岁开到68岁的这些人 不就更血汗了吗 不就更排不到价了吗 不就更不能专注在他的 马路上的一些突发状况了吗 是 所以为什么公车司机会不愿意 找不到人 不愿意有人去当公车司机 我也听过公车司机 当面跟我反映说 因为干什么 工时长 动辄超过10个小时 12 13 14 15个小时都有 月修只有4天 有时候月修4天还不错了 客数多就民众投诉的很多 就像刚刚大家看 新闻常看到的那种画面 还有罚单很多 有些罚单还要客运司机 自己去缴 再加上 现在不是我们那个TPass上路 以北北基陶来说 就有1200的这样TPass 不叫长途的国道客运 国道客运 捷运 还有这个长途的客运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后遗症 什么是后遗症 就TPass的通勤月票 提升了很多的上班族 我们去搭乘这样的一个 公共运输的这个意愿 所以国道客运月者 他就增加班次 也增加司机 我开长途的 比如说我从台北到桃园 我就开高知公路这样子 市区就只有那一小段 所以他的路况相对单纯 又轻松 所以他会排挤了 原本在市区 类似我们刚刚讲到的 台中的聚业客运 这样的时机 就会被吸到TPass 国道客运去 这边就更缺人了 我们给大家看到 这样的一个画面 原来刚刚我找到答案了 百万年薪 只是很好的一个 一个title 一顶华丽的帽子 帽子下面是血汉 跟努力加班 跟人员不足 堆砌出来的 对 如果你没有比较 就没有伤害 如果有了比较的话 你就来看看 之前有民众就在网路上 这个曝光说 5月底的时候 曾经看过台中客运 101到了这个 终点站了之后 司机休息10分钟 就开始去他的这个 发车的这个过程 你看到没有 这个不知道是他的早餐 还是中餐 他就放在这边 然后水就在这里 司机忙到 没有办法吃完他的食物 这碗是干面 这一碗是矿泉水 这应该是到他吃饭时间 应该要进食的时间 不能进食 继续开车 你可以想象公车司机 他们在工作的 恶劣的环境 是有多辛苦 多么血汗 再来 你来看他们这个 在工作的这个 劳动的这个环境当中 这也是一样 都是在外线市发生的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没有时间 只能在停车的时候 吃几口爬几口 这个是不小心照到了 就利用那个空档 你看等红灯 在那边爬几口 他根本没时间吃 然后你说薪水百万 那是不是真的这么多 要打个折扣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么多司机 这么多人 不愿意来当公车司机 然后恶性循环之下 看音乐者 你就不好好改善 这个问题 只会让这个行人地狱 这种噩梦 重复不断的上演 五七爆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 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爆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爆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